来到第三题 第三题一模一样,都是说有向数 前面的负号-500元 代表现在月薪减少了 所以负号是最减少的 然后现在题目说 用有向数去表示以下情况 即是表示答案是一个有向数 好,A-part 它说现在的钱由这个增加至这个 记住个分别 减少了和减少质是不同的 如果我们说这个情况由这个价钱 增加至这个价钱 我们并不是剩15000元 因为我们增加至这个 但我们是增加了 它们中间的相差 即是增加了1000元 好,现在答案我们用增加了1000元来想的 负数代表减少 增加当然是正数 好,所以是正数 1,000元 下面那一题一模一样 虽然它是减少 但这次是减少字 所以你首先要找减少了多少 减少了,应该减少了200元 所以应该是-200 没问题的话 可以试下计算第四题 这次它没有跟你说 究竟是增加或减少 你要自己判断它究竟是增加或减少 然后用正数或负数表达 有什么想法 就应该是增加 是增加 是增加